国防部长抽国阵板起脸说要负责 为先前四针飞弹发射后空桶外流 亲上火线来致歉 我要跟受到影响的大家顾虑 我真的很诚挚跟大家道个歉 对国军变化没有信心 这不是我们乐见的 问题就人谋不张 不会言军纪真的出问题 毕竟这弹筒并不小 能成功带出营区 立委直批实在离谱 重大军纪问题让部长面子挂不住 秋国阵强调针对管理阶层 主观事关体制通盘检讨 只是要检讨的还有包含这个吗 传出因应中共无人机威胁 国军发布处置作为 弹命部队可以开枪射击 但有三前提 包含确认空域有无飞行器 射击后落弹点是否在海上 以及射击区域三公里内有无船只 但这消息被邱国阵驳斥 没那么多复杂前提 毕竟来者不善 国军心知肚明 参与新闻里正道许全台北 前面播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